华联市长辈木球赛2号是在球轮运动公园登场 一共有17支队伍近百位的选手 在场上展现球技、实力 市长魏嘉贤表示 木球运动温和健康、老少嫌疑 而施工所会继续支持木球运动 让更多的民众一起加入健康运动的行列 木球结合了高尔夫球、撞球、锤球等元素 但是运动强度比较温和 适合年长者或者是小朋友来参与 而在去年的全民运当中 花莲市木球队也打出亮丽成绩 市长魏嘉贤肯定球友们的努力 带动木球运动风气 也促进市民更加健康 在木球这个运动里面 我们知道花莲在去年全民运得到非常好的一个成绩 那木球也是我们国人所发明的一个体育运动赛事 那在非常多的县市的国小国中都有在做强力的推广 那我们也希望说木球能够向下扎根 能够培育更多喜欢运动的族群跟人才 那未来可以持续的衔接上去 所以我们市长辈持续的都在办理 那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到木球 所以我们今天也看木球其实跟高尔夫跟锤球 是有非常相近的 可是他们强度没有那么高 但是它非常适合我们小的朋友 跟长辈们来做一个运动 那这个运动也不会造成很激烈的一个运动伤害 那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朋友们也一起来加入 那就在我们的美轮球公园里面 这里有非常好的场地 也有非常好的一个设施 还有非常好的教练 都能够来这边指导大家来玩木球 华联市长背木球赛5月2号 在华道路上的球轮运动公园登场 参赛队伍分为社会男子组和社会女子组 有17支队伍超过100位的选手 在球场上展现球技 市长吴嘉贤和初席开幕典礼的贵宾 也都下场体验 瞄准小小的球门 要把木球打进去还真的需要技巧 广大宽阔的草坪 让球我们可以进行展现球技 施工所也期盼有更多人加入木球运动 一起来促进身心健康 介络会幻市报道